送上背號一號印有蔡英文名字的球衣 立陶宛前總統葛寶斯凱德 日前出席在台舉辦的世界盃籃球熱身賽 跟蔡總統一同觀賽 她接受三立新聞獨家專訪 也聊到送球衣的意義 立陶宛前總統強調 為自由而戰的重要性 她更期許台灣人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前途 以立陶宛自身經驗強調台立兩國 同樣面對極權國家威脅 而她更說台灣可借進立陶宛軍事經驗 台灣也跟東歐在經貿部分強化交流 但日前國民黨立委王洪威批評政府跟立陶宛 半導體合作市大撒幣 還造成技術外流 破除外界指控立陶宛前總統也強調 如果蔡總統或賴清德有機會到立陶宛會受到熱烈歡迎 台地雙方在各層面持續深化交流 在臺灣情報 黃研潔 黃欣誠 游日博 台北參謀島 他最正確的女生 前陶宛 九十元 九十元 九十八 紅十元